生活就这样,就这样过生活 在欧洲旅游常见的景点 肯定少不了一座又一座的教堂了 在英国,西敏寺绝对是具代表性的教堂之一 前往西敏寺,可搭乘地铁至Westminster Station 出站步行四分钟即可抵达 附近还有大本钟、伦敦眼等著名景点 西敏寺是一座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大型哥德式建筑风格的教堂 一直是英国君主安葬或加冕登基的地点 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西敏寺的门票票价成人一张是27英镑 如果持有London Pass,就不需另外买票 教堂内可免费索取多国语音导览 非常建议借一台边听导览边参观 会有很棒的体验 室内无法露影 但可以拍照哦 西敏寺中安葬着许多国王、贵族、诗人、将军、政治家、科学家等等 直到亨利八世和查理一世在内之后的大多数君主 因为西敏寺王家墓地饱和的缘故 才开始广泛安葬在温莎堡的圣乔治礼拜堂 除了君主以外 贵族可以葬在礼拜堂 而僧侣和与教堂有关的人 则葬在回廊 西元1400年 乔首葬于教堂南向通道 而诗人可以葬在乔首周围 就是今天所称的诗人角 皇家祭兵博物馆 成人门票为每人10英镑 持有London Pass可免费入场 在里面可以了解英国祭兵的真实工作 历史和传统 博物馆内呈现了皇家祭兵队的服饰 配件等 也可以看到英国祭兵于18世纪中期 在马厩里工作的场景 还可以穿着他们穿的素腰外衣 铁甲和头盔体验拍照 在博物馆的入口处 会看到两位祭兵骑着两匹马 游客可以和他们拍照 旁边有警语提醒拍照的游客 要小心马可能会踢人或咬人 但只要不要惊吓到他们 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